一身单薄的女人从八百米的大床上醒来 她有些慌了 因为这里并不是她的家 紧闭的大门 让女人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 趁着外面的脚步伸走远 女人打开门逃了出来 在一个偌大的房间里 一副巨大的肖像画出现在眼前 上面的人正是她自己 正在她作恶之际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后 不出意外 女人在回头的同时因倒在男人怀中 她叫劳拉 是一个典型的都市白骨精 内心的极度空虚和感情世界的一片空白 常常令她感到备受折磨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 劳拉叫上一帮好友 一起踏上了前往西西里的度假之旅 然而 因为走错路而遇了这个高大男人 却让她之后的日子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眼前这个满脸落塞胡棱角分明的男人 野心的面容中又带着一丝高贵 作为一个黑帮继承人 马西莫的家族事业做的是风生水起 是因为在机场对劳拉的匆匆一撇 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气质独特的女人 她动用一切手段 把劳拉的底细扒了个底朝天 然后直接绑到了自己的府邸 劳拉自然不肯轻易就范 时刻想跑的她在马西莫面前 就宛如一只毫无反抗力的小鸡仔一样 马西莫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如果365天之后劳拉还是没能爱上自己 就放她回归到原本的正常生活 身性刚烈的劳拉也不是没有反抗过 只是即便有枪在手 也不敌人家的职业素养 最后只能乖乖就范 在马西莫离开后 劳拉继续开始了逃亡之旅 但这个家伙的府邸大得像个迷宫一样 兜兜转转好几圈后好不容易找到大门 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就让她傻了眼 马西莫和一帮小弟们刚刚就地处决了一名背叛者 第一次亲眼目睹持枪杀人 惊吓过度的劳拉当场就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已经换上了新的 窗边的逆光中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马西莫解释 那个被他处决的人不仅背叛了家族 还干起了贩卖儿童的勾当 回去 但作为专业黑帮大佬 马西莫要做的不仅是要留下他的人 还要留下他的心 放大招的时刻来了 为了讨得劳拉的欢心 马西莫也没闲着 带上保镖亲自护送 前往各大奢侈品店扫货 劳拉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试衣服 短短一个小时 两个标形大汉就已经拿不下他的战略品 事宜经理马西莫强行闯入 被劳拉狠狠警告 保镖们立刻起身被马西莫拦下 还要看看劳拉接下来会怎么做 快步跑出来的劳拉 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发现巡逻的两名警察 他赶紧过去寻求帮助 可刚刚表明自己被绑架 警察们就朝着不远处的马西莫 毕恭毕竟地打起了招呼 显然劳拉的固有认知已经被彻底打破 要想从马西莫身边逃走只能靠自己 马西莫也承诺没有劳拉的允许 自己绝对不会有任何越界之举 夜幕降临 两人坐上几米长的餐桌 享受着顶级的烛光盛宴 他们也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友好交流 马西莫表示 自己不得已接受了庞大的家族产业 劳拉对于他而言 是他第一次想要去主动争取的 晚上 马西莫归还了劳拉的手机和电脑 他立刻拨通了家人的电话 但却没有说出实情 而是说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新工作 清晨的阳光中 看着枕边的马西莫 劳拉的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扬了一下 为了让劳拉在私人飞机上 不做出什么危险剧动 马西莫贴心的给他系上了全方位的安全带 来到脚下这个陌生全新的城市 劳拉的心情竟开始变好起来 晚上来到马西莫谈判的酒吧 劳拉挑衅时的穿上了性感的夜铺装 自己的女人就这样成为其他人眼中的猎物 马西莫自然不会答应 拽着劳拉就冲了出去 目睹马西莫对自己看又看不惯弄又弄不死的愤怒 劳拉得逞的飘然离去 走到人群中继续玩火 殊不知 他的这一次任性妄为即将惹出大麻烦 劳拉被人纠缠 马西莫愤怒交加立马逃出手枪威胁 然而因为这次英雄救美 让马西莫得罪了另一大帮牌 两大家族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为了保全己方 马西莫的叔叔提出建议 让他把劳拉献给对方当作赔罪 此话已出让马西莫当场暴走 这个处理方案他绝对不会同意 劳拉坚持不承认自己有错 和马西莫爆发争吵 一时失足从油轮的甲板上掉了下去 马西莫没有迟一夜纵身跃入水中 救起了根本不会游泳的劳拉 当他醒来时 马西莫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责怪劳拉的任性和鲁莽 要不是他在身边后果不堪设想 而此时的劳拉 早已对马西莫三番五次的保护动了心 很显然马西莫成功了 他根本没花上365天就成功俘获了女神的芳心 正式确认男女朋友关系后 马西莫请来顶级设计师和造型师 将劳拉好好打扮一番后 带到了一场化妆舞会上 两人的一番亲密热物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可马西莫的前女友却在这时出现了 他不甘心失败 甚至扬言会干掉劳拉 由于前女友是敌对帮派的千金 为了劳拉的安全 马西莫派人把劳拉送回了家 这次他确实如愿以偿回来了 可心里却空落落的 为了排遣她的寂寞 闺蜜带着劳拉继续享受生活 美容泡温泉按摩可谓是应有尽有 两人来到酒吧放松 随着劳拉的前男友也找来了 面对她的纠缠 劳拉扭头就走 谁知这个油腻的男人 竟一直追到了他家门口 就在两人在门口争论不休时 屋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马西莫来了 自知里亏的前男友赶紧消失得无影无踪 马西莫直言 自己已经解决了两人之间的一切障碍 分别多日了两人 注定今晚又是一个难眠之夜 劳拉带着马西莫去见了父母 面对未来丈母娘对于职业的询问 马西莫毫不避讳地表示自己是黑帮 这对老人显然很喜欢这未来女婿的坦率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继续疯狂购物疯狂撒狗粮 两个月之后劳拉怀孕了 马西莫也为她准备了洁白的婚纱 这对年轻人决定一起组建家庭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回去的路上 劳拉和马西莫在电话里浓情灭意 此时的叔叔收到消息 敌对家族已经派出了杀手 可他怎么也拨不通二人的电话 只能不断加速赶回去通知马西莫 终于叔叔通知到了马西莫 可劳拉的车在进入隧道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马西莫在电话中再也没能听到他的声音 至于他是生是死 我们再下一步见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